其實一直大家都在講 雷射武器 雷射武器到底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們都很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成本低 可是可以對抗 不管是無人機 火箭或迫擊炮 能夠對於這樣防空 有效益的武器可以出現 我們知道 過去幾年研究最多是美國的陸軍 但是一直延宕 現在終於傳出了好消息 美國的陸軍在下個月 終於要組建史崔克裝甲牌 裝備了原型的雷射武器 而把它命名叫做衛士 而配備50千瓦功率的雷射武器 對喔 我們小時候看的卡通的雷射武器 現在真的要在美國的戰車上面 配備雷射戰車 而它的效果是什麼 簡單來說 它對於飛在天空的武器 可以捕捉追蹤瞄準 而且最後把它擊中 重點是現在經過實測 對於我剛才講的無人機 火箭炮跟迫擊炮 有非常好的防空能力 它可以增加陸軍的整體防空跟飛彈能力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雷射武器成本非常低 我們知道現在防空是全世界大家最喜歡的 認為說連小鳥飛過去都可以擋得下來的 是以色列的鐵穹系統嘛 可是鐵穹系統觀眾朋友你們知道嗎 燃一次要一萬美金成本很高 可是呢 跟鐵穹系統一樣同一間公司出來 有另外一個叫鐵糧系統 是雷射武器 一百KW 一百千功率 它可以 一百千瓦 一百千瓦的功率 它可以幹嘛 它一樣可以雷射防空 攔截防空武器 可是它每射一次 它的成本 只有3.5美金 只要一百塊台幣耶 一萬美金跟3.5美金看多大差異 所以現階段最新的消息是 美國的洛克希特馬丁 跟以色列的拉菲爾公司 也在研究新的雷射防空系統 我剛才講的 鐵糧它只有一百千瓦的功率 現在美國洛克希特馬丁加入之後 他們研發出的目標 希望可以達到三百千瓦 未來無人機的攔截 渴望全部都靠這個 新的高能雷射武器來做攔截 而當美國跟以色列合作成功之後 在部署到 不管是亞太地區 還是歐美有需要的地方 未來我們在攔截 所有的防空系統的時候 就會更加的輕便 更加的簡單 而且更加的省成本 剛講到美軍 美軍現在因應台海的局勢 他們也把戰術做了一點調整 如果台海有事 我們之前有聽過綠扁帽對不對 馬上就可以來了 還有另外叫海豹部隊 沒錯 無論是Delta 海豹部隊 綠扁帽等等 特種部隊 他們的動態最近有一個新的發展 我們在講台海局勢 美軍的動態絕對是我們要深入觀察了嘛 這兩天有個新聞出來 大家說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呢 台海局勢的變化了 美國特種兵調整新目標 設外內防 給中共設多重困境 設外內防 什麼是設外內防 設外內防 這個東西 我去認真的研究之後發現 其實真的對台灣影響非常大 簡單來說呢 美國現在因應中國真的有可能侵犯台灣 他對於特種部隊的戰略方向做了一個調整 首先第一個 他們的態度上面 開始密切的跟所謂的盟國或友軍來進行合作 而這個合作的內容呢 包含部署接觸影響 要給中共軍隊多重困境 簡單來說 就是呢 他們現在會開始提供台灣跟所有的友邦 訓練建議協助 而要做什麼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他們要進行反擊跟侵略 他們會協助參戰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特種部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兩岸真的發生戰爭或任何盟國跟別人發生戰爭 現在最有可能就中國吧 如果美國的正規軍要出動 要經過國會通過 而且需要時間 但是他們可以技術性的投放特種部隊 而當投放的特種部隊先走了之後 就可以對中共的部隊進行牽制的效果 這個就是所謂的涉外內訪 給中共要打台灣之前 他會想更多 他會想到說 不對哦 今天我不能只研判說 美國的正規軍隊來到台灣 策略已經調整了 他們的涉外內訪 就是針對共軍 如果他真的輕舉妄動 就算他還沒打之前 也已經跟台灣的部隊 已經進行了訓練 建議跟協助 如果真的打 他馬上快速的投放 跟台灣的部隊並肩作戰 至少在戰爭初期 可以先進行牽制 這是美國最新他們的特種兵 調整的新目標